他现实生活当中抠门吧 他过生日的时候 我送他都是潮牌 然后鞋子 就是做足路功课 一定是男生喜欢的那种 然后他送我 就是送护肝药 保健品 筋膜枪 然后完了还附加一句 你一定要好好减肥 弄得我很尴尬 你知道吗 我送那些东西护肝药 因为你在酒吧上班 护肝药那些 不是对你身体好吗 那可以 你平时送我 那么有仪式感的一天 我的生日 那么漂亮一个大蛋糕 然后旁边摆一个护肝药 缝有圈我都不敢发 我就不好意思 理清情义重 理清情义重 不是 你这个就是抠 我从来没有见过 哪个男的丢了十块钱 他背上了两天 而且一定要从生活中 各种细节中 把那个十块钱抠出来 什么意思 就是他掉了十块钱嘛 特别难过 然后我俩去买什么东西 他说不行不行 买这个便宜的 就是省了几毛钱 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十块钱 他丢了凑整了 只要能用不是行了吗 那你可以恶心你自己 你不能带着我一起恶心 我没见过洗澡 从头到脚用一个香皂 完了还用那个香皂洗袜子 我自己袜子穿自己 身上我还嫌弃我自己是吧 不是袜子多少细菌 你洗了袜子洗你自己 然后完了我偶尔会碰到那个香皂 我觉得我这是节约 那你呢为了去弄那个烤瓷牙 想花好几万 自己积蓄不够还问爸妈要 爸妈不够了还想让我问我爸妈要 我说戒 戒 你本来你就知道我和我爸妈关系不好 是是是 我一开始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你这个习惯特别好嘛 就是不找爸妈要一分钱 但是你看看你现在有什么能耐 你爸妈给你介绍那么好活 你也不去 然后完了现在就打打杂工 你看看 那我当时我肯定觉得我不想去那种 一进去就一眼望到头那种工作吧 那你现在都后悔了吗 我想自己创业出来闯闯 不是你别跟我说创业 就是说咱俩每个月一起攒钱 然后攒了十几万 然后去创业 但我问你 你到底创什么业 你也说不明白 不是你在计划什么 你能告诉我吗那么神秘 我才出来一年呀 谁出来一年能做个 什么创个公司呀什么的 那你能告诉我还要等多少年吗 所以你一年几年都不愿意等我吗 你们俩今儿来干嘛来了 就是你们俩这个聊完之后 我就特别迷茫 说挺好的啊这一队 不就是打打闹闹吗 你们俩来干嘛来了 我觉得我真的不太计较这件事 他太计较我了 所以你来是陪他来的是吧 对 他特别想来 你来干啥来了 我就觉得我跟他在一起 感觉没安全感 就是他经常跟那一心接触 然后在家也没怎么跟他说话 那些啥的 你自己不跟我说呀 我跟你说啥 白天你去做那些工作 晚上又出去酒吧上班 那不是因为你晚上不陪我 我才出去吗 不然我肯定待家里 那你晚上在干啥 晚上一般玩会儿游戏嘛 因为我本来每天我就打会儿砸工 因为我们俩开销也挺大的 他做那些工作必须要外表 然后我就不能选择那种 可以学东西 然后赚的钱比较少的工作 我只有做那种来钱快点的体力活 不是 我又是坏人了 你爸妈给你介绍那么好 你自己不去的 我这无语你了 所以今天来是希望女朋友 这个在工作上面做调整的 还是在什么上做调整的 其实他工作还好 就是不要在家里面 就是他工作上面对那些男生那样 然后在家里面对我就跟老虎一样 就是 我这才听明白啊 他说你别双标 你对客户怎么样 对我怎么样就可以了 兄弟你要求可真不高啊 啊